那这就是所有的这个资料 回国人员入口 靠飘真 历时四个月 我终于从泰国回到了国内 那我现在呢是在深圳的一个Airbnb 我的一个住处 人生总是会有一些意外 那这些意外呢 或多或少的会改变自己 就比如原本我只是打算在泰国待一个月 结果因为阳性只能延迟回国 那在延迟回国的这段时间里边又突然撞上了上海的疫情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聊聊在泰国的四个月 我自己的一个总的花费 那为了清晰的展现给大家 我把整个花费分为住宿费用 机票费用 日常的花销 以及回国隔离的费用 我在泰国的四个月 住宿费用一共是花了24471块钱 那其中第一个月的花费是最多的 因为我计划是在泰国只待一个月 这个月呢 我基本上都是住酒店 那从第二个月开始 我就开始住民宿以及公寓 那第一个月的酒店的花费是13002块钱 那后边的三个月住公寓 以及民宿的花费一共是11469块 也就是说后边这三个月一共加起来 还没有第一个月的住宿费用多 越住越穷 越住条件越差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更享受后边几个月住公寓以及民宿 因为相比酒店它更有温度 更像是家的感觉 我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同样的感受 那接下来是机票费用 那机票的费用是一共花了37420块 那其中去泰国的机票2994元 那泰国回国内的机票是29950块 那另外呢 我回程的时候 其中有一次取消过一次机票 扣了3000块钱的手续费用 机票为什么这么贵 后边我会具体的来说一下原因 哎 对了 其实我买的这个机票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了 有很大一部分人买的回程机票其实都是3万块钱以上 这张机票我打算把它收藏起来 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做到过的最贵的机票 那另外还有几段是我在泰国的境内飞的 就比如普吉飞到曼谷 曼谷飞到清迈 什么清来飞回曼谷 这几段其实都很便宜 都是几百块钱 接下来就是日常的花销 那基本上就是平时的吃饭 购物 出行交通 这部分非常非常的零碎 可能不是完全精准 这部分呢 4个月总的花费是大概在60247块钱 听起来有点多 但其实我面前这台电脑就花了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九 那原本呢只是想待一个月之后就回去了 所有的一些视频片子呀都可以回去剪 在这边我也没有带工作的电脑 那只能在这边再买一台在这边办公 那接下来是回国隔离的费用 回国隔离的费用其实是分两段的 第一段前七天是在曼谷的隔离酒店来 但这部分呢我已经算到前边泰国住宿的费用里边了 为什么在泰国也要隔离呢 那这就要说起回国的航班熔断机制了 那就比如国外的航班 如果回到国内了之后 在一周内发现航班有五个洋了 那就会立马停飞接下来的这个两班航班 那如果有发现十里洋行 那就会立马停飞接下来的四班航班 那这也是为什么回国的航班非常非常少 根本买不到 就算买到了也是天价 那但是后来呢就有一些航空公司学聪明了 在这个航班起飞之前就提前七天统一隔离 所以说呢我在飞之前是在曼谷的一个酒店里边 提前先隔离了七天的 接下来就是一周的曼谷酒店呢 隔离就要开始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下午坐航空公司安排的大巴 一点半聚集场 那这就是所有的这个资料 我要把它上传到这个回国人员入口 通过这个检测审报来申请我的回国的一个绿码 马上要出发的时候这个收到了这个绿码 这边你看全是要去机场的 隔离的第二段就到了国内是一共21天 那算上每天的吃的一共的花费是9568块 突然就下起了开水 能感觉出来这种湿热的这种湿气 我现在穿成这样是因为 等下午从我的酒店的房间到出去酒店的这一段距离 我必须要穿防护服 大家猜一下我出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你们猜一下 321啊啊 穿在理发店 点完了头发感觉哇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清爽很多 那最后我算了一个总账 那这次从去到回来一共花了131706块 OK账也算完了 你们觉得这四个月花费多不多少不少 那这次旅程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它也多少改变了我自己对工作以及生活的一些看法 这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有意思的事情 那他们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举动可能就会感染到我 从而改变我整个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生活状态 或者是做事的一些行为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旅行 因为在旅行的途中 我们总是能够用非常主动的眼光去发现人和事情 去感受当下你眼前看到的东西 我们自己亲眼所见的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或者是新闻里电视里别人嘴底描述的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的越多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偏见和消极面就会越少 也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那最后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ve Cheers